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干什么了 初吻 什么初吻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你忘了吗 来到你们的管家前 我曾掉入河里 是您救了我 冰界你还 你还 他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也救了他 还怎么样 你是不是记错了 我没有救过你 他没有救过我 那那天跳入河里救下我的人 是谁啊 难道他失忆了 还是 好了 洛西 言归正传 你欺骗我们的事情还没有解决 这样吧 今天晚上你请我们去梦幻POP玩好了 好的 叶 你别否认了 就是你救了洛西吧 那岂不是说 叶的初吻也给了 别乱猜了 进 那个齐连少爷 都安排好了 嗯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嗯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那天 到底是谁救了我 我明明记得是齐连夜的 难道是我眼歪了吗 洛西 你有男朋友吗 我们一起玩吧 来嘛来嘛 前半同学都来了呢 洛西 没想到你不但漂亮 还这么大方 啊 我啥时候请的全班人 话说 明明是请三大恶魔出来玩的 为啥全班同学都过来了呀 小姐 麻烦您先解一下账 多少钱 二十万元 二十万 二十万 二十万元 我没事啊 不用心 又是他们搞的鬼吗 混蛋 三个混蛋 你去哪儿啊 洗手间 你们两个跟上去 是 干杯 站住 贱人 是 是你们 真没想到 你会靠半瞅这招接近少爷们 简直恬不知耻 干嘛 你 你们 嫉妒我啊 哼 我们怎么可能会嫉妒一个平民女 你敢说我是平民女 在我眼中 你们龙家才是真正的平民家族 你说什么 区区平民 竟然敢侮辱本小姐的贵族家族 简直不知死活 不好 好像不太妙 快走 快走 喂 死丫头 走路没张眼吗 我 我 我只是不小心撞到你而已 你干嘛 干嘛骂人 呦 长得还不错嘛 小丫头 成年了没 别碰我 哼 小丫头你最好乖乖听话 敢咬我 敢咬我 找死 齐连叶 可 为什么他身上的气质 却感觉跟齐连叶不像 哟 竟然会有多管闲事的 去死 感觉 滚 可 可 可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 administra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